县长许淑华日前率领县府同仁前往南钢工业区关心外国人居住宿舍环境 针对生活品质环境卫生生活习惯等主义了解 县长许淑华特别感谢业者的用心规划 针对一国文化设计相关设施 营照安全的工作及生活环境 今天我们又到了另外一家长虹人力集团来看一下他们在南钢的宿舍 那我们刚才也实地的走访看了一下 除了在整个房间的配备包括我们很多移工的环境 现在已经朝向套房室来设计了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只是在居住的环境品质 我们可以看到公共的空间 包括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祈祷室 同时我在刚才我也非常惊讶 在他们的地下室也设备了像超商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等等这种贴心的设计 我相信不仅让我们的移工在台湾工作可以更加的安心 那也感受到业者对他们的关心 先月宁如扬指出 南钢工业区有许多外籍人士前来工作 为提供他们良好的生活环境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特别感谢业者的用心规划 针对一国文化来设置相关的设施 营照友善的居住品质 也期待未来移工能够与在地的文化融入 人力仲介公司也很感谢他们 新建了这个移工的管理宿舍 能够让移工也方便集中的 集中管理集中的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生活起居 那一方面是为了安全 那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在一楼有设置这个移工 贩卖他们故乡产品的这个超级市场 那以及祈祷室 我想也要感谢业者 那业者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相信能够让移工虽然说一向背景 但是来到我们南投 他一样可以很快的融入地方 那也一解这个思乡之苦 那也希望说移工们来到南投 也要跟在地的文化 以及在地的人们更加的融入 县长徐书华也进一步的指出 业者能够针对宿舍公共空间 都能够遵照移工本国生活习惯文化习俗 提供妥善规划及文心服务 减少移工时乡情绪 更能够安心地在台工作 也能够有效地提高工作效能 创造劳之双赢相当肯定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